主席,我们请次长 有请次长 次长,这个吴清基部长上台以后新人新政 让你们教育部的决策更加封闭 故若金汤 过去国会议员办公室行文 公开行文,正式行文调阅资料 你们都不敢 好,不给 现在正式行文调阅资料 也敢用各种理由予以阻止 本席对于有关于承认中国学历开放路生来台 看到说教育部曾经在97年12月14日到22日 赴日韩跟大陆考察 你们去了一次中国 然后在今年的8月10号到15号 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再去中国一次 不断的跟中国密会 在那里呢 所谓考察 开放路生来台的事宜 本席要求把这两次赴中国考察的考察报告送过来 竟然第一次的理由告诉本席说 研考会有说这个到中国去考察 不算出国考察报告 所以那个报告呢 不要公开 这是第一次的理由 第二次本席要求正式给我答复的时候呢 引用政府资讯公开法 用政策分析期间可以暂时保密 拒绝把赴中国考察跟中国交流的这个考察报告 送交本席 市长 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8条的第一项第三款 政府机关在做成意识决定之前 内部单位的领稿或其他准备作业 可以暂时不予公开 但是对公益有必要者 你们就应该要公开跟提供 竟然可以错误引用资讯 这个公开法这样做事 市长这有什么不可告人 赴中国考察报告 给不给 跟公委员说明一下 给不给 怎么会吴清基部长一上台以后 你们就畏畏说说 没有这个部分 怕什么见不得人 从过去来讲到现在都一样 本席从来没有调资料调不到过 过去的时代 从来没有过 来给不给 你说给不给 赴中国考察报告给不给 按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对 你们 这跟公益有需要哦 国会议员行文要哦 目前因为这个政策还没有形成 刚刚念给你你没听到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因为整个政策 还没有完全完全成形前 怕人家知道啦 怕国会监督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你们宁愿让中国参与 不让国会参与啦 没有 很简单 这个部分来讲 因为还没有 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给不给 好 它目前为止 因为政策还没有形成 在形成之前来讲的话 还是不变公开 好 确定了 教育部不给 你留下了这个记录 我也无可奈何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给的东西也不一定就算数啦 你们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有三线六部 然后限制成人的学校限缩到41所 现在呢 突然间就要开放到112所 那倒是不一定 那这个部分是学者建议但是都没有 我们原则上还是以第一期的41所 但是第一期嘛 所以你还是事实上分三期 没有 但是那个部分来讲 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会不会实施 不一定 不一定嘛 要完全看第一期 是不是 我们办理的情况 如何再做决定 所以你们的承诺其实都可以跳票 不可能 市长在这里能不能再度承诺 委员会呢 过去一年不断地做成决议 教育部在大学法跟专科学校法 对于开放路生来台的 修法还没有完成之前 你们不可以进行公告承认中国学历 这个承诺你会保证吗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完全按照整个程序来处理 所以可以继续保证 对不对 目前我们原则上是希望 等整个两岸关系条例 还有大学法专科学校法通过之后 我们就会同步 对不对 对对 你在这里再度保证是不是 目前我们是这种作为 我希望你能够信守成功 我需要你在这里再度保证 这一点我倒是肯定你们肯在这里再度保证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们所谓三阶段公开的消息一出去的时候 社会的注目是很大的 其实本习对于开放中国的学生来台 我是认为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承认中国的学历 导致于中国的学校的竞争力 高于台湾的学校 然后磁吸的效应产生 让台湾的学生流向中国 这个才是我最大的 但是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 我解释给你听比较好 为什么呢 我就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我们行政院院长 吴敦毅院长 他两个孩子有没有都到中国读书 有没有 有没有都到中国读书 我不知道 这个竞争力很大呀 他的长子 吴子莲先生是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我们现在目前查出来是这个样子 除非查证的资料是错的 另外呢 复旦大学的硕士班 这个硕士呢 他是美国的硕士之后呢 还去读复旦大学的硕士 次长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 竞争力是很高的哦 取得了复旦大学的硕士学位 然后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 他的竞争力是很高的哦 他不是读台湾大学的法学博士哦 而且有了美国的硕士学位 还是去复旦大学 再过个水哦 其实这个是冰山一角啊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权贵的家庭的子弟 其实也是纷纷想要到那里去读书 我们高雄市的这个市议员 到北大去读书啊 读博士学位啊 快要拿到学位了 就是拿着一个扫把 穿那个歌仔戏服 这个兔那个阿扁的照片的 好 他现在也在北京大学 学博士学位啊 非常多 企业界的人士 络绎不绝 为什么 这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资讯 在告诉我们 到中国取得中国学位 建立跟中国的各种人际关系的网络 是未来 或者是现在已经被论述 而且已经造成一个趋势 是一个让自己很有竞争力的一个途径 这是比说 我最优秀的学生留在台湾念书 诶 我跟人家没有竞争力啊 我考上台大跟考上北大 有一天 人家会舍台大读北大 市长 我就举这例子就好了 你们的行政院院长啊 孩子啊 又是复旦大学的硕士 又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啊 中国的学校竞争力是很强的 不要蒙着头 不要蒙着头 江城会的时候 你们就不敢在江城会的时候 把它列入议题 要求中国 如果你们对台湾社会有责任的话 你要承认中国的学弟 你同时要做什么配套 要求中国在收台湾的学生的时候 也要三线六步 要限额 限额限校 这个是目前我们初步的规划当中 你们也有规划 江城会会去谈吗 没有 江城会不谈 目前还没有规划 中国会承诺吗 中国如果用各种措施 讲学金的措施 打工的措施 用各种诱因 辞息台湾的学生怎么办 你们又没有防范 我想这个不可能 我在这边跟委员报告一下 你说不可能 因为 中国怎么会不可能 我们的承认的学校 只有41所学校 台湾的学生 你的三阶段 112所 你的草案已经在那里了 什么叫做学者建议 明天就叫做草案 然后接着呢 要去办十几场的座谈会 我们非常欢迎各界来提供意见 市长 草案这样做 然后座谈会要巡回下去 然后在这里讲说 没有啦 不一定会啦 你让我们相信什么 哇这个是 所谓草案 没有责任感啦 这草案来讲 这是希望各界 本习说的那种竞争力 连行政院院长的家庭 都在这里体现给你看 这种竞争力啦 到中国读书的竞争力 这么强啦 行政院院长的家庭 就表达给你看啦 对不对 然后慈禧的效应 在这里就一句 啊不会 不会 本习要求你们列入江城会 要求中国承诺 将来不准 利用各种机制 慈禧台湾的学生 本习其实是什么主张 本习的主张是 继承的事实予以专案解决 未来就是不开放 继承的事实 如果你们讲的是六千人 就六千人 如果民间讲的是 十万人就十万人 这些继承的事实 是台湾的孩子 虽然他们偷跑不对 但是继承的事实 我们专案解决 除此之外 就是要杜绝 让中国有这个机会 去持续台湾优秀的学生 这个是本习计认为 当前我们面对中国 你知不知道我们社会的整合 我们经济的整合 我们文化都整合了 现在只剩下教育 你现在教育一开放什么都没了 最后就只剩下最后的政治了 政治跟军事了 你现在教育都开放了 只四十一手而已 但是还是开放 你是挡不住的 逃鬼心的鬼 国内的学生要到 他们学校去练书会困难 问题是台湾跟中国 和其他世界各国都没同样 同文同种 而且台湾是唯一世界各国 唯一一个国家 到中国去会在地化的 会在地化的 当时印尼的华侨怎么样 突然间印尼修改一个法律 你们这些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华侨 要入籍 否则就回去 不承认双重国籍 你们要入籍 印尼的华侨全部变成印尼人 有一天中国修一个法 台商还有在台湾的这些 全部入籍 你怎么办 你现在让整个社会 不断的整合过去 突然有一天 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人家的手中 我们优秀的学生到那里去读书 你们想要在台湾造成竞争力 反而让台湾更没有竞争力 因为最优秀的到那里去读北大 不读台大 事实上我们内部也有调查 你问吴敦义 为什么你的孩子不去台大读法学博士 要去清华大学读法学博士 对 你问吴敦义 在美国拿了一个硕士学位以后 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台大拿一个硕士学位 你要去互丹大学拿一个硕士学位 问问他 为什么做这种选择 如果吴敦义的家庭都做这种选择 如果吴敦义家的孩子都做这种选择 你叫一般的百姓不做这种选择 有可能吗 其实我一直讲 我一直讲 中国 你知不知道现在文化的整合的结果是怎样 你下去一郎看 收藏的画 你去企业家收藏的画作 你去参观一下 现在台湾的画有人收藏吗 画作的收藏 是不是也都变成是收藏中国大陆的艺术家的作品了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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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调查 虽然不是你文件会 你在这里就只会空口说白话 根本就没有做市场的调查 本席在基层看的 本席在基层看的 所有的事实都显示这种现象 假设 你们现在不能够像鸵鸟一样 把自己蒙着头 然后弄一个黑箱子 把自己保护在一个硅壳子里面 要资料要不到 让我们的监督 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 我不知道你们的时间表 你不能这样 然后在这里都讲 不会啦 没有啦 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没有 我们讲的都有意见 本席举证给你听 本席举证给你听 这样的一个高尚的家庭 他说我们是白痴 这样一个高尚的家庭 这样一个高尚的家庭 都做这种选择 你就可见竞争力有多大 你也没办法反驳这种事 市长 本席对于今天有关于说助学贷款 应该要扩大到生活费 本席这样认为 我其实有计算数字 每一个孩子出社会以后 如果他的助学贷款是20万 那么以现有的利息 他每一个月 如果说每个学习贷款6万元的话 那么八个学习贷款48万 以现行的利率的话 每个月要负担5320元 那如果说利息被调回去 因为现在的利息是我们强压 让他降下来 被调回去3%的话 每个月要负担5630亿元 如果我们再扩大 扩大生活费 以每个学习生活费跟住宿费 加起来5万块 总计一个学习的贷款 大概11万的话 那么将来他出社会 每个月的负担 以现行利率是9753块 那么以回到3% 每个月要负担10323块 本习认为 你要扩大这个需求的时候 同时要有一个配套 贪环的方式要配套来改 现在是借一个学期 就以一年贪环 我借八个学期就分八年贪环 但是你现在增加生活费进来的话 假设我们今天要修这个法要过的话 我们等一下看看大家的共识 如果今天要修过的话 贪环不能不改 你贪环的期限 如果还是一学习一年的话 这将来不得了 将来不得了 本席的办公室跟记者 去Friday吃饭 结果呢 Friday的服务生 就走过来聊天 第一件事情 车桃卖婚 第一件事情问说 请问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记者告诉他 我做记者 第二个问题 问你一个月的薪水多少钱 他们都吓一跳啊 怎么会这样问问题 原来呢 这个孩子助学贷款四十万 四十万 他说他一个月要还四千多块 所以他需要一个月四万块的工作 他到处在打听 有没有四万块一个月的工作让他做 他在Friday 一个月只领三万块 他需要一份四万块的工作 你知道那个背债出社会的孩子 压力其实是很沉重 尤其是外县市 在台北需要租房子 是活不下去 你叫他敢不敢结婚 敢不敢生小孩 所以本习是认为说 这当然是苦民所苦 基于知道学生 或者是弱势家庭的需要 助学贷款要扩大 但是助学贷款要扩大的同时 你们赶快把修法也拿进来 弹还的方式 赶快配套 一定要配套 一定要延长长晚的时间 好不好 这个有没有困难 我想我们会通盘的 跟银行来协调一下 所以还没有协调嘛 对不对 还没有协调的话 我们今天是不是看主席 我们能不能先寻打 先不处理这个条 因为本习是认为说 你这个增加了他的那个额度 偿还的期限的排差 但是这个部分 只要我们跟那个银行协调就好了 这样好 对 好